字幕提供 各位好 今天我來到天后 這是天后廟道 直行的就是電氣道 還有這條打橫這條叫做帆船街 帆船街和電器道的對老鄭這間 有一間叫做便當銷就是這間了 我今天就是想來光顧它買一個便當銷 一人燒烤的外賣來做一個實測的 事不宜遲我現在準備去買 現在就在這裡便當銷 外賣有些東西 飯、蔬菜、添池 這裏有牛小排、牛五花、牛下肩肉甲的肉 豬五花腩、鰻魚 我打完之後便可以選擇你所需的肉類 今天我選擇了牛小排和牛五花 我選擇了牛小排和牛小排 大家好 終於運送到回家 不要說太多了 現在開始拆開給大家看看 究竟裡面有什麼 我今天總共買了兩份 一份是預料給兒子吃的 一份是我現在用來拍片給大家看的 我們現在開始準備擦箱了 今天我調了兩份的關係 所以就有兩個麵士湯 麵士湯 現在我再拆開給大家看 然後有一個 我加了六塊 就加了一個溫泉蛋 另外我加了兩份的羊肉串燒 每一份是兩支 34元一份 另外我總共有兩套燒烤 然後我加了兩份的餐具給你 裡面呢 左邊會有一個燒烤爐 有些炭在裡面的 盒子裡面會有些指引 就教你怎樣去做 那他會跟什麼餐具給你 怎樣點火 怎樣燒烤 然後會怎樣做 或者有一個簡介 那他會有一個 他會有一個 有夾夾過 挺好的 有一個肉 這個就是牛小排 這個就是牛五花 也是安格斯 但這個就是99元 這個就是安格斯的牛小排 大概是$149,應該加了一架 很漂亮,油花很漂亮,不錯 這個就是牛吳花 我兒子餓了牛吳花,所以要留給他 這盒是我的,這盒是牛小牌,$149 我加了溫泉蛋,6元 羊肉串燒,兩份 一份是魚腿,一份是我自己的 羊肉串燒,看看如何 盒子大,但很輕 就是這樣 很酸,這叫羊肉串燒,$17 $34份,即是$17 這個很麻糬 這裏是60多元,$68 這裏就不太值得了 好了,炭腦我們要點火 有三粒的原子炭,很耐燒 拆了袋子後,下面的盒子會有火柴松 還有一包水,很貼心 包水,這裏寫明 就是你燒完烤之後 就淋一點水,淋一點炭去 那時候火關了,整盒才可以 先放在一邊 炭腦就要放在這裏 我們把袋拆掉 就在這裏了 OK 它又會跟一套飯 還有給大家看 還熱的,有些煙 有一個日式飯,有些醬汁 有日式的醬油 加了一些黑芝麻 我加了3元,就不愛泡泡 我轉了這個肉籽燒 有些日式的炒雜菜 很普通的野菜,雜椒 另外一個位置 可以放在這裏 附帶給你一個 鹽牛肉的醬汁 它會跟上一個 燒烤的時候的夾夾 安格斯牛肉 牛小排 看看肉 這裏我猜有 150至200克 不是很多 大肌肉 有些肉質的油 不錯 另外它會有一個筷子 匙筋 牙籤 普通外賣的餐具 還有一個麵豉湯 麵豉湯 麵豉湯 它會有海帶 和豆腐 在裏面 6元 加了一個溫泉蛋 溫泉蛋 就是這樣 火柴就在這裏 它跟了一堆 給你 我猜它預料 有時點不著 就馬上還可以點 這樣就關掉了 你猜它是炭鹽熱雀呢 它不是很多瓶火柴供應 再開分 一步 而三支火柴就能利用 在最後,進行火柴供應 看看麵豉湯 裡面有一些海帶 還有一些豆腐 還有少許熱 因為我今天回來的車程都比較久 起碼有七、八個字車 這樣溫度也算可以接受到 炭煉爐已經很熱 溫度很厲害 我們試試放牛腦 聽到聲音嗎? 我們燒肉的同時可以試一下湯 試一下味道有甚麼材料 一般的麵豉湯都是開粉 加些配料 沒甚麼特別的 這個很大腦 這個飯 這個飯是用日式米的 這個飯已經很乾 我買的時候已經過了眼豆時間 因為這個飯已經熬了 已經焗了很久 好,我們先翻一翻 先翻一翻 這個就是一筋的醬汁 我們先打開口 再倒進調味架 再倒進去 還有很多餅乾 還有很多餅乾 很多餅乾 都很快 因為這些麵肉 我不會燒太熟 很快 好,我們先試一下 加點醬汁 這牛小派很香 肥油味 很香 很香 牛肉是不錯的 試一下玉子燒 原來這裏有兩塊仔 紫燒就是這樣的 這個麵肉 這是我的一塊醬汁 還有很多美食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這些日式的味道 一向都還沒蒸 味道一定不會太差 很快 你這樣看見 它的煙 大致上來這麼大 我們趁它現在的火力還夠 再燒第二吋 牛燒牌現在這麼大塊 它給了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九 沒有九 八片一 這些就是日式炒雜菜 野菜 甘筍、椰菜、青椒 紅蘿蔔 還有一個溫泉蛋 溫泉蛋混在飯裡 會不會太硬 會不會太硬 會比較好吃 嗯 嗯 嗯 這個爐都很夠力 不錯的 幾塊燒到一片 牛肉又不是 太厚 還有這些好吃的肉 燒起來又不需要太熟 所以不會太浪費時間 好 我們 之前 有些羊肉串燒 先試一下 我跟兒子一人兩吋 這個 真的不太划算 不過 什麼都試一下 買不試的 大家也不知道 對不對 沒有所謂的 這個 這個 燒完之後 就是這樣 它的醬汁 不是太濃 OK的 這些串燒 我以為是生的 怎樣不知 拆了盒子後 原來它本身已經燒過了 其實基本上熟了 現在只不過在炭腦上翻熱 你看到那些 那些醬汁都燒到黑漆漆 那些炭呢 現在大約燒了 我估計 一兩個字 有看見到它 很明顯的火力 已經沒有拖頭 這麼晚火下降了很多 現在一個人吃 就 愚蠢一點 如果有一個本 茶娃娃 幾個人吃 我覺得都挺funny 因為 畢竟都 這樣 燒烤 都沒試過 很燙 很燙 對不對 因為這些煙 那些煙 它搶油的時候 都挺厲害的 如果你家裡密封 沒有開窗門 都挺大煙的 所以建議大家 都要開一點窗 好燙 這個又更燙了 哇 人啊 好吃 真的 這道菜不差 油份很漂亮 只有八片 你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肉質真的不錯 牛小排 這個就是 養串 養串 十七元串 三十四元一對 嘗嘗 什麼料 再嘗嘗 好燙 不太酥 也好吃 不過 很小 17元我覺得可以多一點 而且熱才爬定,不要爬得那麼乾 留待濕一點,留待我下轉燒的時候 自己加熱的時候就暴攪回去 現在煎熟了,再燒的時候就會比較好降水 這個又夠了,失色一點 不過還是貴的 如果17元,要出去吃燒烤 大概才賣給食物,立即下桌子 還有羊肉串,也蠻辣 哇,很划算的,挺好火 想不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火的油 吃一層,剛才吃咬下去也不太辣 現在吃上去搭真的,也蠻辣 再喝點麵豉湯丁魚 最初的牛肉,只白發覺好像不夠 現在那個感覺,壓得那麼少 大家吃到現在 飯就差不多吃完了 最最後的兩片 感覺好像又夠吃 好像剛剛好,也很飽 那... 是這樣的啦 初初還沒吃之前,肯定這麼少 又薄又吃 怎樣吃吃呢 咦,又剛剛好,不錯 分量也不是太少 都夠吃 都適中 這個醬汁調教得不錯 不過不知道是自己調教的還是現成的 全部比較甜的 因為甜的汁多數都好吃 大致上,吃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我都飽飽了 湯呢,我喝不完 對,總結論呢 都挺新奇,挺特別 那些炭呢 出奇地 很夠力 亦都很容易點醬 那... 這個醬汁 日式醬汁 都比較甜 所以都是野味的 肉脂燒 它都是甜生的蛋 椰菜,炒雜菜 都日式的 都是OK的 配些飯 那些飯失色了少少 因爲它是久了少少 所以比較乾 那... 但是它拌飯的那些 那些醬汁呢 都好吃的 牛小排呢 是不錯的 肉是OK的 是非常之好的 牛肉 那... 最初看來 那些肉的份量 我打算不夠吃 那大家試試一下 就好像剛剛好 那... 149元 算是這樣 那... 有這麼多東西 有packing 那... 方便攜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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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呢 反而是... 買完之後呢 在戶外吃會比較開心 那... 在家裡吃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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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硬浸满 淡淡就關火了 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 方便 一人燒烤 就完成吃飽飽 大致上是這麼多 影片拍到這裏 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試 多謝大家欣賞 拜拜